台北縣有一個國小五年級的學生 和同學玩耍 結果被獅童擊中了右眼 學校的護士在替他冰敷之後 是繼續上課 等到家長結果通知 帶小孩去看醫生 卻發現小孩的眼角膜已經破裂 視力受到了損害 所以家長告上了縣政府要討個公道 會這麼傷心難過 是因為孩子在學校跟同學玩耍 被石頭打到右眼 眼角膜破裂 水晶體外流 視力因此嚴重受損 11歲就讀小五的公小弟 從上個禮拜二發生意外到現在 眼罩雖然已經拿掉了 但是還必須戴上眼鏡阻擋紫外線 避免傷勢惡化 好好的孩子卻在學校發生這麼嚴重的意外 最讓家長不能接受的是 學校竟然沒有在第一時間送醫處理 讓家長更憤惑難平的是 雖然學校校長事後有包紅包4000元來慰問 但是竟然推卸責任說要由雙方家長自行處理 那既然發生你們雙方家長你們協調的問題 應該不是這樣的意思說兩兆家長必須要能夠坐下來溝通協調 那學校也會站在這個彼此之間來讓這件事情就是已經發生了嘛 演講模破裂 視力受損 心情沉重的家長 又遇到推卸責任的校長 除了已經下定決心要轉學之外 更要訴諸社會爭取應有的公道 美式新聞 何文堯 黃俊玉 開北報導